继五年前,于北京西城区成功举办首届双克国际音乐节之后,美国亚瑟维多音乐艺术教育基金会将于今年的八月在巴萨迪娜举办第二届双克国际音乐节。 为期两周的活动,包括大师传授课、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课、私人传授古典西欧音乐、举办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交响乐团演奏。 有美籍俄罗斯钢琴家Richard Mano、小提琴家何峰、首席大提琴严玲、歌剧女高音Karen、钢琴家Ellen等。 学生通过授课和比赛来分帮选拔,最终有师生同台对外公开演出的三场音乐会,以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 我们有室内业,然后有一个最新型的课程,就是Music and Arts,Visual Arts and Music,音试,这个是由KUSC,全世界最出名的古典音乐的主办人Alan Charman,他会来讲,特别讲座。 那同时我们当中除了音乐每天的那个课,个别课,还有大师课以外,我们有室内业课,然后我们也请到那些专门申请大学的这些专家,怎么帮助学生去申请音乐系,还有这些长春藤的大学,因为这些是对申请大学非常有帮助的。 活动期间,还有旅游观光名胜景点,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洛兰基采访报道。